時局急速變化 留下來的 避免助困一城 莊敬自強 離散的 接通國際港橋 創造財富 堅尼地正經 好 回到已經不是兩個星期一次的方圓了 因為我實在太忙了 現在見鳳同學好像看醫生一樣 你明白嗎 是公立醫院 醫生死定了 再等一會 再等一會 放了一個星期病假之後 診症跡壓下來 但其實我們這次找方圓 真的不只是跡壓了問題 亦是好時間 如果上兩個星期我們今天講這個題目 叫特朗普投資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過份樂觀的情況 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小弟 就是因為我在上兩個星期 一直在跟大家說 我已經突破了這個燈神的說法 我已經買了特朗普的DJT 我記得當時我找回我的投資 我記得我上三個星期 一個星期左右 我DJT仍然在賺三四成 三成幾千 應該是 即是你剛剛是特朗普中槍之後 中槍之後 因為我是特朗普辯論那天去買的 即是我不是那麼壞的 別人中槍我買他的股票 這些又真是壞了一些 我又不是那麼問的 我是基本上辯論那天就已經買了DJT 即是Donald Trump Media 然後他中槍那天再隔兩三天 就已經在賺三四成錢 所以被譽為 逢同學成功創取了 破燈的奇蹟 誰知道我跟方元說 不要緊的 三四成不是我的理想 我會拿到十一月 還有我覺得最少百分之五十 要最少贏一半 不好意思方元 我現在輸幾個百分之 等一下 我現在立即看 我正在輸八個百分之 已經不再是五個百分之 我倒輸了 這就是我只能說期望的問題 首先逢同學很明顯 不知道自己在買什麼 不要緊 但他又覺得自己可以賺五十 但我不知為何他覺得是五十 不是四十 或者三十 如果三十逢同學就剪掉了 我剪掉了 現在就在旁邊在下午茶 誰知道現在就 沒意思了 在家裡煮飯 你想想 其實當時我都覺得自己挺合理的 還要證實了一件事 如果你說要我報政治新聞 以及報經濟大宏觀消息 我是沒問題的 我由選舉辯論那一天開始買 去到中槍那一天 我是告訴你我是賺到錢 不過我只是不懂得退休 賺的不走 虧的又不走 現在就放在那裡了 其實也不是的 鳳同學 我都覺得你之前 例如你booking.com Expedia 是你看中了一個Macro 但選錯東西 也是 所以鳳同學可能是選不中 選中了就走不了 這兩個都很大問題 簡單來說 你要不要把把脈 首先第一件事 我很幸運 這個很多人都知道 我差不多每個星期 都會做節目跟大家說 我虧錢 我沒有一次買股票賺錢 然後跟大家說我慶祝 先不要說我們跟網友鬥氣的NVIDIA 多謝網友提點 買了NVIDIA 我是很高位買的 128元 今天已經輸了15% 走得未呢 大家可以告訴我 然後我看到Carl Strike 跌了8%之後 然後我就可以跟大家說 這些這麼多人買的東西 沒理由不要的 所以我在那一刻 跌了8-9% 不是 我是超過10% 先跌20% 翌日再跌8-9% 你才進去 對 我覺得自己進得挺好的 但不好意思 我輸了18% Carl Strike 沒錯 其實你沒有看我的節目 因為你在第二個台節目之前 我講了Carl Strike 是不能碰的 可能你沒有時間 不是啊 你做節目之後到我 所以基本上 我正在準備其他東西的時候 你先說Carl Strike 你可不可以下次打電話過來 叫我不要買Carl Strike呢 你可不可以打電話給我聽 你買什麼呢 下次逢同學 我想這個是真的 喂 如果你肯開個Patreon 只是說你那天買什麼股票 你會有什麼動作 你發了答 真心 我也有的 你想想我們有些WhatsApp Group 其實是一些主持WhatsApp Group 你會看到的 我買東西 有時候我會先貼出去 所以有時候我買些什麼呢 Yumi和Kobe 會全都知道 因為在同一個群組裡面 誰知道 那個群組裡面 每個都是說 你可以買之前說 你不要買了 我已經賣了 是的 所以這個是 Sorry By the way 我不是在群組裡面 所以我更糟糕 我是看你的節目才知道 糟了 逢同學救不了你 你明白嗎 現在 你這樣我就很難搞了 那怎麼辦 不過不要緊 你放心 各位網友都不用替我太大擔心 當然 如果你覺得很擔心我的話 你可以支持我的 譬如加入我們這裡的會員區 令我每個月份量多一點 都是幫到手 但是另一個 其實我也真的很幫到手 為什麼我過股虧這麼久都死不去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在另一個台節目也有說 我有一半的 差不多四成左右的資產 是放在債券上的 所以最近虧到趴在那裡 就多謝方圓 方圓真是救了我兩人 你有隻賺得不少的 有隻債券 不過就沒有跟別人說 我們沒有跟別人說 因為債券有一隻 我記得第三課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第一課第二課 我們在說債券如何做穩定投資 就是一些保本保險的投資 第三課我們有說過 如果某些轉迫開始有問題 或者簡單來說就是 有些公司要做一些相對高風險投資 你可不可以用一個債券 做一個沒有那麼高風險的 計劃的投資 誰知道那天方圓說完之後 就偷偷地把號碼給我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我求你不要說了 建國死了 不要說了 就是我最近還可以吃到飯的原因 我老實說真的偷偷不少 真的偷偷不少 都可以 兩位數的%不是少 還有你問我 其實我除了有四成至五成債券之外 我還有另外三成多是ETF的指數基金 那些都死不了 那些就是我把我的資產交托給巴菲特 就是我師兄 就是巴菲特你搞了 當然如果我真的可以找到巴菲特買的就OK 最後你買巴菲特 就是由一些指數基金去管理了我基本穩定資產 所以我就死不去 但是我覺得今天也要講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因為這個題目是我們那一行 你想想以後我們買的什麼NVIDIA 買的什麼TSM 台積電 其實都跟我無關 都不是這麼政治 但是你想想我們這裡不同 我們有偉大的沈旭輝教授 還有一大堆的學者 說美國選舉 沒有理由沒有一個股市的角度 所以我決定不關心你們 完全沒有關心你們之下 就跟你說我已經買了DJT 這行還不是我的行 Trump Trade 還不是我最強的東西 我當然虧了 先問方元 這個為什麼我會出事 為什麼我買Trump Trade 也會死 我想又是馮同學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中電影 但是中不了一個紅心 就是他永遠就見到一個靶 我要扔錶辣 但是都扔出界 我覺得馮同學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做好一些 不是他那一行的東西 我不會怪馮同學 其實他很有眼光 大家不要經常笑他 但其實馮同學很有眼光 問題就是他落不到 有些東西不是他的經驗 譬如他去選股 或者看公司就相對是我的經驗 你之前經常說我很喜歡 不要喜歡起人數 不要笑就行了 其實Trump Trade 買DJT 中間最大的風險 其實就是公司架構 或者是他整個設置問題 這個就是回到他前世今生 就是當時 其實他是怎樣上市 變成DJT 這件事 我想馮同學是不清楚 DWAC 以前我都試過 我買DWAC 我都賺過 但問題就是 我當時買DWAC 賺 都是因為川普的Twitter新聞 我就用同樣概念 接著大家 Trump 人氣高 就來做總統 他越有能力 DJT就贏 DWAC就贏 很合理 是的 主題上是 但究竟我們的DJT裡面有些什麼 還有DJT究竟 盤數是怎樣 價格是怎樣 我想這個都很影響 在投資上 你會不會選擇這隻股票 在Trump Trade 的一個決定 我想馮同學就是沒有去到他 這個是外出他的標準 但剛好就倒入我的標準 所以剛好就 馮同學 可能這隻未必是 Trump Trade 裡面最好的選擇 結果現在暫時來說 只是輸了 但還有11月 還有三個月時間 給馮同學 究竟他能否追回呢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我們開始要研究多一個題目 就是因為基本上 我買了Trump Trade 的關係 這三個禮拜 連Trump的民望都掉了 所以我們是時候要想想 我們下次要想想Harris Trade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態度 你問我其實是 我自己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 你看我們的留言都知道 我們有一些政治新聞 比如Trump Harris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網友有部份 其實我覺得心態要轉一轉 舉個例子 我們報特朗普有好的消息 不代表我們的台是好特朗普 你看到我們每天有15分鐘的新聞 我們報特朗普的好消息 下面就有一堆Harris粉絲在罵 然後近來拜登和Harris多了很多新聞 下面就有一堆Trump粉在下面說的 新聞本質上是沒有任何的neutral 沒有剩下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 自從有很多的新聞都剩下之後 我們都受到影響 人們都以為新聞是應該要剩下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態度給大家 就是無論支持Trump還是反Trump 我們的態度就是trade Trump 我們Trump是用來trade 不是用來支持 因為原因就是 在這裡有Trump投票權的 是只有方圓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不要誣摟我啊 手足 不是啊 你有沒有看Trump的新聞 不用Document都能投票的 是嗎 說笑吧 那些Trump的欺騰 為什麼Trump不是這麼說 對不起 我知道 是墨西哥邊境走過來的 對 墨西哥進來做票的 當然這些未必是真的 法律上其實說真的 我是沒有票的 我是沒有可能支持Trump 反Trump 或者支持Harris反Harris 你說我喜歡思紀賢多一點 還是新衛城多一點 我是可以告訴你 最近思紀賢是想加稅 我已經決定爭到他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這些落後國 新的東西就不是這樣了 落後國加選了工黨出來 哈哈哈哈 潮流 潮流歸潮流吧 你申請了當選的時候 就不加稅 當選了一個月也不夠 就開始在這裡吹風了 哈哈哈哈 一向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你不是相信他們吧 所以你問我 就從來沒有想著撐工黨 所以對Trump 和Harris 我沒有票我沒有什麼要說 但是對Trump 和Harris 對於大部分香港人來說 有一個很必然的結論 就是他可以trade 美股和美國的債券 是全世界最大的資金市場 我們不撐Trump 不撐Harris 我們都可以tradeTrump和tradeHarris 所以我們的問題先問一件事 什麼叫做Trump trade呢 其實Trump trade去到本質上來講 就是我們如果預計 假設這個是Trump 和Harris 某一個黨派就無所謂 這個黨派勝出之後 究竟他在政策上來講 有沒有一些行業或者公司 是受他這個政策的影響 利益或者受損 所以其實最主要我們 不要說Trump 和Harris 我想這個是一個政治主義的交易 交易上來講 其實股票或者債券 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一個 純粹一個工具去 如果我們覺得那位人士 做了總統或者一個有權有勢的人 之後他會怎麼影響政策 我們希望在結果出來之前 我們可以落到賤 如果我們的假設 總統是Trump 我們買了相應的東西 在選舉結束 選完舉之後 我們預計會有一些行業 或者公司是得益的 我們就從而在這裡賺錢 所以整個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概念 並不是大家經常講的 說去用一些大家口頭上說 或者以為是的 那一百隻都是 叫Trump Tray 但是我希望可以發揮到 馮同學最極致的優點 或者是怎樣在交易上 緊如的優點 在交易上 不是緊如很多 你很多的 這裡沒有時間不要說 但是馮同學最厲害的事情 是做政策研究 或者是馮同學 和基尼迪的團隊 其實我們就可以從一個 這個所謂insider的角色 或者我們有我們的niche 去做一個投資選擇 其實就會變得 無論是Trump或者Harris 我們都很有能力去 down to first principle 就是最初究竟這件事 我們是怎麼看的 從政策開始駕駛到一些行業公司 然後我們去找到這些東西 可以做交易 我想Trump Tray 或者Harris Tray 的本質上 就是一個politically driven 的投資 我應該這樣介紹 如果你這樣說 我們先不要說 Trump Tray 是什麼原因 或者是什麼 買什麼 先說第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我出了事 你要diagnosis 這位病人快要死了 我買了DJT 剛才我的想法就是 無論當年DWAC 就是Trump之前的前身 去到現在 川普成功也好 其實就是 他變成了Trump Media 因為那時候說 上市很煩 為什麼我們 不是直觀的思維 就是Trump形勢好 DJT就會賺錢 但是當然 我們看到DJT的走勢 不是100% 跟Trump的民望成正比 其實中間出什麼事 其實最主要是設定問題 你要知道背後設定 持股和有沒有一些古惑的東西 去令到 你不要以為 這間是有Trump 都不怕跟大家說 有Trump 但代不代表這間是一個好公司 或者好的投資 我覺得作為一個 譬如我做 我看基本上的人 你就要看清楚 究竟這是一個鵬 還是這個實業 我講得通俗一點 DJT是一個夢 因為Trump Social在後面 Trump Social是一間公司 應該不是一個朋友 問題就是裡面有什麼 或者中間的架構是怎樣 或者中間的M&A是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沒有了解 我想你會 你要很仔細地去解釋 你中間究竟是買什麼 因為你一看 就只看DJT 就等於川普 不可以說你錯 你要投資的話 是否投資這個東西 或者他是不是就是 特朗普之後會怎樣影響他 我想這個 你可能沒有花很多時間去看 彭同學的估計 其實這些是數字上 他的名字叫做Trump 他的名字叫做Trump 應該是 100%他會上上落落跟他 中間差什麼 這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最近看的 心理學書 叫Nobody is full 有興趣可以看 挺有趣的 沒有人是傻瓜 但是我們人去決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很直觀去看一件事 他表面上是 結果實際就是 我給一個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你前陣子有間公司叫AI 這個銷子叫AI 叫C3AI 我想大家也聽過 你以為買AI肯定買它 這個銷子也叫AI 但是在最後 其實它不是很AI 或者LOM的基礎公司 所以你同學有一點點這個概念 所有東西 膽正命便宜 名字又叫Trump 裡面又有Trump 我打算他贏的話 就買他 但究竟實質上是怎樣 我想 這個就是去到 你要走多一步 要去看的東西 以逢很多時候 都未必能走進去 因為不是他的標準 二來就是他沒有那麼多時間 因為 不是很多 這個M&A 大概五百多頁子 我自己也看錯了 不多的 但最後為什麼他在三十多元 現在他一直在三十多元 上上落落 你問我我覺得是有點神奇的 他好像有一個Pulling Power 保持在三十多元 有一個位置 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那個位置 那裡是中間有一些 我估計是一些股東的 一些感情的價位 所以中間會出一些東西 就是一些活動 一些活動 而且你看清楚 這間公司 就是一個 平時成交不是那麼大的 是的 然後突然間某幾天 或者某一個星期的成交很大 中槍那天 中槍我沒有退出 但是中槍那天 中槍之後那幾天都是 都是賺得很多 但問題就是 如果成交不大 那有什麼問題 成交不大就是 很容易會有機會 股東 就是市場 抹躍 即交投不大 是 那為什麼交投不大 就是因為 因為很多原因 我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交投不大 很多時候 就是一些 譬如港股 平時交投不大 一交投大 那天跌八星 那些 有一點點 這些味道 但是它是不是 我們可以再說 但是 它其實有很多 在我心目中 其實它不是一個 那麼特朗普的 東西 還是 我覺得是 還有它不是一個 政策 哪一個政策 跟特朗普的媒體 或DJT一定 對它的政策 你看到這麼多政策研究 有沒有一條政策 沒有 事實上是真的 因為特朗普除了特朗普的名字之外 其實DJT裡面 譬如說社交媒體 說真的 Truth Social不是最大的 佔有額 他也不知道 其實說真的 我是完全沒有理會 究竟他除了Truth Social 還買了什麼 其實我只知道 有特朗普在這裡 所以我真的看不出 究竟裡面有些什麼 反正我當 我當 政策上 DJT不是Trump Trade 政策利益的東西 我講下一個 下一個我猜 會有很多 因為特朗普 無論去威士康産也好 之前去Pittsburg也好 或去其他地方也好 經常都說 你看看他上一次選舉也說 他在裝傢媒 經常都說 要召喚 全能量 我簡單一點 買能源股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好選擇呢 例如我們馬上 進入一些 埃克森美枯 石油 然後買回一些能源股票指數 這個會不會就是 現在我們坊間經常說 Trump Trade 就是傳統Energy Trade 行不行呢 不行 結論是不行 但我告訴你為什麼不行 首先你買能源股 這個方向 不可以說錯 某程度上也對 因為其實它在宣揚用 用石化能源 那是否代表能源股一定要升 不是 因為你看看 譬如埃克森美虎 或者美國最大的 Sherford 或者BP 或者Shell 那你會見到 那些能源公司 跟能源價格的關係很高 那就來了 你再問一個問題 究竟特朗普上台 可不可以影響油家 一定可以 特朗普經常都這樣說 他就跟你說 我上台會令大家的油便宜了 就是死人拜登令到油很貴 這是他說的 他沒有理由上台後 油仍然是很貴的 如果你的計算是 他上台然後油便宜了 就是油價跌 如果你現在買油股 如果油公司跟著油價跌 那你就會輸錢 對吧 對 油便宜 你要想清楚這件事 究竟他上台是令到能源價格升 還是令到能源價格跌 你買的股票 是否相似能源價格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不要以為特朗普交易 一定要買 不是一個必然關係 第二個就是 究竟特朗普上台 影不影響到能源價格 這也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反過來問我 不如問你那些王子 有沒有問題 家裡和平呢 能源價格應該會跌 家裡不和平呢 能源價格可能會升 如果你問我 這也不是特朗普 或者任何一個美國 任何一個黨派 可以影響到的 我之前都做過一些 研究 過去的十個八個總統 有不同的黨派 比如去到布朱 或者去到再前些那些 他們說出來 其實每一個黨派的總統上台 能源價格都會有高有低 就是 並不是說我想怎樣 為什麼呢 你想到能源是全球的東西 不是美國的東西 雖然美國現在是能源大國 都開始輸入了 但是 你不能去看其他供應 比如打個仗的話 其實不關你美國的事 你俄羅斯打仗 那你能源價格都會馬上升 所以我覺得 不是一個美國總統 可以影響能源價格的東西 而不是 每一間公司都會 因為能源價格 升而賺錢 或者是反過來 如果你買那個公司 或者投資 所謂特朗普交易 是因為賭過 大家用多了能源 但是能源價格下跌 但是那間公司 是要能源價格升 才可以賺錢 那你這個方向就會錯了 你說就說得對 因為如果我們看能源的話 我們在政策上 我們只是找到能源價格的限制 究竟去到某幾個價位之後 能源就會被人壓下來 基於有很多科技不同的原因 也有些政治原因 但是能源價格 有沒有東西說它跌到多少 又真的 說真的 真的不關美國的事 是要問回那些王子 其實你問我 之後我們要找一個時節 才慢慢說能源的東西 因為近來的王子 是有點煩的 他們有個項目要做 如果做得好的話 能源價格可以跌 如果做得不好 能源價格也要保持住 因為它沒有錢 要基本的開支放在這裡 哦 即是在沙漠下面建的城市 是的 不止 還有幾十個國家都有類似的項目 這些項目 如果它一旦要成功 就是它成功了才可以撇開石油經濟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話 石油經濟要保持一段時間 而且問題就不能夠太差 因為它是依靠 但這個可以我們放在另一個地方說 簡單來說就是 我買IHK 森美膚石油 還有買Shel買BP 就不是特朗普交易 即是不必須 不正確 我可以說不正確 因為其實能源的市場很大 反而有些公司 我覺得有機會的 但就不是正確你剛才說的幾隻 即是不放在我覺得的項目 但也要看回到時候 逢同學看看你 政策研究上面 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小一點分享到 那我又可以找多些東西 大家可以相得益彰 有另一個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特朗普交易 因為為什麼呢 特朗普上幾個星期 還是上個星期 去了這個蜘蛛大會裡面說話 然後找了J.D. Vance 出來做這個副總統 然後裡面有大量的蜘蛛政策 那就很簡單 簡單來說 如果我特朗普交易 我就買Bitcoin 這個就應該更合理了吧 不是很覺得關係很大 有幫助但不大 因為你反過來看 現在沒有立法給你說 我們連ETF都開了 是 你能買的 是 Ethereum又好像開了 即是FTC那邊 SEC還是FTC 美國政安會那邊 開了綠燈了 那你上來 代不代表你可以 你不會禁止政策 純粹綠燈 問題就是你美國政府會不會買 他說會買 他說會買 但是政策上 我問你同學 策略是不是政府的 是不是總統的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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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就回到 如果政策上 我們要分清楚哪些是總統可以控制 哪些不是 因為我覺得大家對特朗普交易 或者對美國的政府 總是覺得有一種 一個皇帝可以說了事 沒辦法 有些人看新聞 那個地方都是來自一個皇帝說了事 不是 那美國不先進 先進國家 先進人家是整個宇宙都是他 大哥 你美國這些 是什麼 走那些叫封建制度 就是繁邦制 一個一個地頭 那我們的預算都不是他作主 所以 有時候大家要分清楚 究竟總統說 我說我買兩億多美金 想著拿國庫推進去買比特幣 是不是一個他可以做的事 我想這個交給奉同學 但我直覺上覺得不是 而且反過來就是 哪怕他真的升到兩億多 要買比特幣也好 代表比特幣會升 你都會升到這樣 是的 一個是 那去到比特幣 你要看看本質 就是比特幣的本質 就是 demand supply 當然他跟黃金有點相似 很多人都覺得是比例上 即不是比例 大家覺得他叫電子黃金 就算黃金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 demand supply 他本質 你覺得其實他沒有出息價 很厲害的 在我們叫做一個 fundamental的角度看 因為他不能是產生價值的 黃金 純粹是保值的 比特幣當然有一個炒賣的底 但比特幣大家如果當是黃金賣 其實你都是想著他有保值的空間 還有想著是 這個方向我想大過特幣 我自己覺得 所以大家可能去分析新聞 或者聽的時候 你要多一點的一些 critical thinking 可不可以叫做 或者做多一點的資料 你才知道 那個總統 或者那樣東西 究竟在政策上 是不是真的可以落實到 影響到 然後令到那樣東西可以有得益 還有剛才你說了 這個 crypto 本質上是些什麼呢 這個我們跟博士 有很多集都談過 我們心裡越來越覺得 這個比特幣其實不是100%像 currency 其實是越來越像 commodity 石頭我一向都說是 commodity 他應該是有少許 commodity的傾向 還要是一個不知道有什麼用的 commodity 但跟黃金一樣 黃金也是沒什麼用的 黃金 比起白銀那些更差 金銀和鐵石也還有用 黃金的用處不算特別多 但無論怎樣也好 特幣上台特幣和比特幣就不相同 不如我們最後再看兩樣東西 因為坊間說特幣的人 不只是很多我們這些 特幣這個字說出來 就是財經台在那裡說出來 你想想 擺明就是 因為美國大選新聞 每個人在美國的財經節目 沒有東西看 不如說個名字下來 反正你要吃個ETO 即是吃個SEO 就將特幣變成特幣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都有說過 什麼叫特幣 有一個就是美國版馮同學 也有特幣的想法 別人成功很多 比起我 至少有個ETF是維持著他 不是他 我兩隻 一隻升一隻跌 一隻買升一隻買跌 鳳同學 你有沒有興趣 搞一隻 L Long馮智正 很厲害 這個人 這個人是什麼人 Jane Crane 你說 那就是美國反馮同學 他其實是基金佬來的 但2000年那一轉 他就很聰明 高位走路 光榮引退 他是大駐馬科技股 不斷說科技股升 後來跌下來 他就算了 光榮引退走了 然後出來做裁演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笑他 就是說他一說完 一唱完那個公司 或者那個行業 之後就跌了 所以其實就是 Jane Crane的節目 很受歡迎的 在CNBC那裡 大家我想上去看 都見到這個 這位叔叔 很有趣 他講話很生動 也有很多音樂效果 所以他都 很多財經的東西 他都會拿出來說 但他怎樣看Trump Trade 在這個情況下 Trump Trade 其實他看兩樣東西 第一個 他覺得銀行股是有利的 因為他底層的概念 就是Trump上台 會令到很多銀行 可以做多些非利息收入 例如M&A 或者IPO的東西 所以他就說 銀行股可以的 但我又覺得 如果你看回 特朗普 你看看 美國FTC 即是那個 我忘記了全名叫什麼 即是FTC 是用來批M&A的部門 或者Antitrust 或者很多時候 一些商業 related的案件 其實是他去判定 那樣東西 可不可以做的 但FTC這個部門 其實是否也是 特朗普可以去影響到呢 這個又要交回政策 他要交回政策 如果是的 如果是 公司要交回政策 唯一是 但這不是Trump問題 這是共和黨交回政策 有機會是 總統交回政策 我忘記了 但他是某一個派對 不能超過三席 是的 但問題是 因為這些 所謂的 Beocritic交回政策 不是一個總統 因為你說真的 你總統認識 其實他每年要交回 五百多人 我記得是很多的 不過是我們有空無視 看新聞 只能看到最高法院 大法官 等等 但其實他整個要過 是要過 二百多至五百多人 很多的工程要過 而這些要過的時候 一定不會是Trump認識 很多都是推薦他的黨 或者他後面的政策 所以我當 我不覺得Trump Trump是一個因素 或者這麼說 Trump當選是一個因素 但不是因為Trump的政策 導致這個因素出現 逢同學 就可以用盡他的 expertise 去看看這篇新聞 究竟是否正確 其實就很容易解讀到 你明白嗎 為何要逢同學出來 去介紹一下 就是這樣 你不說 沒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看兩篇新聞 就知道什麼 傻了 政策研究是這麼複雜 說回Jean Kramer 他覺得多了M&A 或者是億銀行股 例如他減息的 都是億銀行股 還有Trump 一向都是偏向大商家企業 所以大家想 M&A是一個銀行 銀行是一個銀行 所以就放在一起 去覺得 這是一個Trump trade 好 Trump trade 我們可以說正確 就是我們有什麼 Trump上台之後 就會贏錢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說正確 我們一定知道 Donald Trump最大的敵人 Donald Trump是誰 是他的朋友 我不知道 因為當時 特朗普當時 罵北韓 說北韓的金正恩 在上台之前 說得自己很友善 Rocketman 上台之後 每天都還Rocketman 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但他一直都是左膠的大敵人 很簡單 我用這個說法 我可否用這個說法 短就不建議 不過我都不建議大家做短的 但是你就可以不要碰 真的 ESG那些 By the way 你身我是買ESG的 但是他覺得這件事不合理 其實大家都不要碰 其實ESG是很大的 譬如太陽能 那些 譬如 還有一些風力 還有一些其他的電動車 可能都不是他很買的東西 那Elon Musk 是不是ESG來的 是啊 那我怎麼 應該這樣說 Elon Musk 其實他有很多飯 有些飯數是中ESG 有些飯數也未必是 譬如如果你覺得Tesla 是一間工資的公司 他就不是 蛤 為什麼工資不是 我以為所有AI 新能源 全部都是 不是不是不是 AI不是 AI是Tech 機械人公司 不是ESG ESG其實很特別 有一兩個項目 即是減低得限排放 那些 是的 有個很無聊的文版 那些 或者是他那些 Elon Musk 不是經常吹過自己的 能量的行業 很厲害 那些就糟糕了 哦 有問題 這個可能是我們最後 今集的問題 那香港的綠債 是不是ESG來的 香港的綠債 是不是綠呢 都是一個問題 我回答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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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說 那綠債不是綠債嗎 我只可以說這麼多 哈哈哈哈 我只可以說這麼多 我不能說更多 好吧 我們今天就很簡單 我覺得今集 我給大家一個好的開頭 我們先提出了幾件事 就是我們經常都覺得 Trump Trade 是什麼 今集 我想阿方元就給了我們一個角度 就是Trump Trade 未必是些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因為 Trump Trade 這個字 出現了在我們這些財經節目 太多次了 每天在講 上幾個星期就不斷炒Trump Trade這個概念 今集就多謝方元幫我們 提出了什麼未必是Trump Trade 但我覺得是未足夠的 未足夠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在量度 就是現在暫定是九月左右 暫定 你知道我們的東西通常都經常 我們工程項目 跟香港的工程項目一樣 延遲不是太大 很嚴重的 你不要延遲那麼多 延遲到過了就忘了 你當作高鐵 延遲一下就不覺得 不過儘量趕 儘量趕 是什麼 我們本身上幾個星期都有講過 應該我記得 應該在Kelvin的節目 有講過我們會出一個 Trump Trade 的課程 接下來真的會 我們現在是為了不要讓我 解決到Trump的關係 我們就會做一個 Trump Trade和Harris Trade的節目 應該要加多一點 最多辛苦我 或者辛苦大家 希望大家平衡 有一個 Trump Trade和Harris的事情 然後我們應該有個分工 就真的由我們這邊 去做一些政策的分析 去看究竟 他會關注一些什麼項目 以及政策上 他想達至什麼 所以那些智庫報告 Project 2025 共和黨政綱 民主黨政綱 民主黨後面主要Fing Tank政綱 十幾間Fing Tank的報告 這幾百頁子交給我 我負責去看這裡 然後我們下一步 就會將這些報告 我會交給方圓 大概在這幾個項目中 由方圓去選擇一個 可能相關行業的分析出來 就不要發生 像我們上次那樣 不是我們 是我上次那樣 看中了旅遊業 但是買了Xperia 然後最慘的是 你還要買完 你是炒了車 我才去到意外現場 你是這樣炒車的 本來你就不應該轉線 為什麼你要轉線 最慘的是 如果我們用回買股票去看的話 我只要買Blocking 不是買Xperia 應該是贏錢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要分工 我負責看政策方向 但是我不下評判去買什麼 記得這個課程 也不是一個投資建議 純粹是幫大家分析 但是我就不會跟你分析 裡面有什麼公司 因為根本上我就不懂 究竟裡面有什麼公司 真真正正關係 那時候我就會交給方元 尤其是有些位置我完全不懂 例如我從來都不知道石油價格上升下跌 和石油公司的盈利上升下跌 有沒有關係 因為你知道其實每間公司 不同資料 有些公司是拿很多石油去出 所以它要保持賣石油 那些就下跌了 有些和石油公司開始無關 所以這些就要交給方元去做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有這樣的混合 希望做到這樣的課程 是不是我們會另外還有Yumi 新加進去 Yumi也是 跟我們一起做 我們最近真的要關注 做多一點這些 是不是叫做購物資料 其實我們這個就是很經常的購物資料 就是我經常都說 這叫做專家討論 其實投資是我的討論 但是不要緊 你自己做完功課 我們到時再在台上交手 還有我覺得我們可以善用各位的長處 因為投資我經常覺得 不只是看一個股票 或者股票圖 對我們來說 就可以了解到整件事的真相 或者一個來龍去脈 來龍去脈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資料 資料就是在一個行業裡面 每個行業裡面 每個行業裡面 然後有一個資料 我們去投資這個資料 而這些資料很多時候 是走前一條街很多 所以購物資料 為什麼才賺到錢 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 有一群金融佬 要找一群經驗 然後我們想一下 這件事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決定 或者交易 就開始做一個分析 然後之後才下手 我們就做了前期分析 都是那句話 我們是不會給大家一個投資建議 但是會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購物資料 就是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最後你買什麼 你自己決定 其實也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不錯 上次我們真的很幸運 在減息之前 我們做了兩堂的債券班 如果大家真的看完債券班 知道債券班怎樣去分析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自己做一個投資檢查 選到債券班 其實這幾個星期 不會差的 賺錢的 今天也升不少 所以我不是說 有些班 我們說 我們希望是 趕在那個時間之前做 好 之後其實現在做 我就覺得 已經沒意思了 我的價值就變成 反映了 你明白嗎 就變成了 免得自己太厲害了 但是我們 前期部署 我覺得會比較好 譬如特朗普也是 你不要11月才搞 我們就沒有人幫助 還有我們也要證明 待會有些Harris 粉絲說 我們為什麼經常關注特朗普 我們是特朗普交易 和Harris交易 都要包一點 但是我建議 我希望Harris 你給多一點政策 投資出來 不要只是強調自己 是什麼人 他剛剛才上來 你給他一點時間 差不多了 9月 我覺得這個課程是 政治問題 投資解決 投下你金錢一票 對吧 對 所以 希望做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挺有趣 如果我們這個組織做到的話 以後我們開始慢慢多了這個方向 就是可以留意一下 所謂的買策研究 買策研究 我們開始慢慢把這件事 出來 當然我們是可以做銷售 不過沒有什麼銷售 找我們 這麼大的公司 我們是銷售 銷售 銷售不好 銷售不好 銷售沒有獨立性 很多時候 我們就是要 我們的觀眾 就是給錢賣我們獨立性 如果觀眾給錢 我們賣銷售 我們變成大貨 我經常都強調 我想做大貨 不過沒有人給我貨 我只是在想 而且反過來 有什麼貨很大 就是今時今日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也有的 也有其他項目 可能你幫到其他 在海外的香港人 可以看看其他項目 我們會幫大家看看牛肉肝 還有看看燙包 我做銷售研究 這個時候 我就要打給另一個銷售 你有沒有銷售研究員 我連芒果肝 和月餅 鳳梨酥 這些銷售研究員 我可以的 你看馮同學的身形 就知道 他一定是一個很出色的銷售研究員 這個 花生糖杏仁餅銷 銷售研究員 我們投資的購買 就靠你們 杏仁糖銷售研究員 靠我們 可以 這個我覺得 如果我們做到的話 應該都是一個挺好的 我們從新聞 去到經濟評論 再到 Next Step 我們多一點 尤其是我覺得我們的台系 你問我 比起其他 不是說其他台好嗎 但因為 我們很壞 我們做不到短炒 我們做了這麼久的經濟節目 我們都沒有跟大家說過牛紅症 沒有跟大家說過一些 叫做的問題 但我們事實上的 expertise 是做一些比較長線的分析 所以也感謝方元 Yumi 博士 每個人都幫我們 還有Kelvin 我們做多一點點 一些購買的 或者一些比較長線的分析 當然是有人短炒成功 剛剛有人跟我說 他基於我買了NVIDIA之後 他的投資是賺得很多 這位網友 多謝你了 記得加入了會員 OK 這些運程的事情不要看 看看我們的節目和課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方元 謝謝Jacky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的時候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願意請大家 支持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